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8月6、7、8号吉星高照,行大运发横财的五大生肖 生肖羊,属羊人,8月6、7、8号吉星高照,财神护航 行大运发横财,生肖属羊的人,他们一直都是很幸运的 而且人品也是很好的,做事情也是很认真负责的 特别的努力从来不会偷懒,而且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进步住 加上有贵人的帮助,所以说他们的发展也是很好的 他们届时不仅正财所得可观,事业顺风顺水,生意红火人气旺 而且投资方面的偏财,更是大型好运,钞票如雨下不停 只要生肖羊抓住好时机,并为之不断的奋发努力 就能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有钱 生肖鸡,生肖鸡得官禄宫,得岁嫁吉星庇佑 8月6、7、8号吉星高照,他们财神护航 行大运发横财,他们届时的运势整体来说很不错 可以放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生殖加薪机遇也有望到来,而且买卖上也是新老客户不断 正财横财如泉涌,大财小财有望接二连三进口袋 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未来能加成业旧 另一方面生肖鸡的他们,能遇到很多赚钱的机会 实现多方面盈利,亦非冲天要发达 将来有望摇身一变成人上人 生肖牛,属牛人因财宝公有华西贵人和西红贵人吉星相助 8月6、7、8号吉星高照 他们财神护航,行大运发横财 他们届时财运不俗,有财神爷自动找上门来 财气好到爆棚,犹如出生的太阳 生肖牛在朋友贵人的帮助下 前进的道路顺畅了很多,事业也得到了好的发展 生殖加薪发大财,官场有望连升三级 金财银财滚滚来 他们做事情不拘一格 是个有想法的人 只要能够抓住机会 就能够闲于大翻身 生肖虎 属虎的人命中的气运很旺 但是对于生肖虎而言 想要发财却不是那么轻松 没有足够旺的运势支持 也会在求财之路上遇到一些阻碍 8月6、7、8号 命中就会有羊目生发之际 让生肖虎的财运得到提升 到时候自当发财享福 过好日子 生肖猪 属猪的人五行水旺盛 天生就是乐观随性的人 待人接物都相当彬彬有礼 在给人留下好印象的同时 贵人员也在会聚 8月6、7、8号贵人总不少 要么因贵人而得财 要么因贵人而升官 风生水起 大富大贵 最不缺的就是钱 难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8月6号过后财运来了 六大生肖终于发了 生肖牛 生肖牛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 付出过很多的辛劳 但是因为自身运势不够旺 导致生肖牛 能够收获的财富始终不是很多 生活也显得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在8月6号过后 生肖牛命格之中 将会由丑土生有金 五行象生之举相助 到时候生肖牛的财运 终于开始回生 终于能够发财了 生肖马 生肖马一直希望自己能过好日子 但是却因为自身的运势不够旺 以至于未能如愿 不过生肖马总是会有转运的时候 就在8月6号之后 生肖马的机会就来了 到时候命格之中阳火旺盛 旺火旺运催财 让生肖马的财运不断提升 终于要发了 生肖羊 生肖羊之前的生活一直都很辛苦 虽然生肖羊 也为了生活付出了不少 但却因为运势味道 导致生肖羊的日子越过越累 似乎始终找不到转机 但是在8月6号过后生肖羊 命中将会有未土生进望运催财之事 让生肖羊的财运 终于要发财了 生肖虎 生肖虎很大气 命中运势也不是很差 但是却因为财运不够旺 让生肖虎一直未能有机会 过上富贵有钱的好日子 不过在8月6号之后生肖虎命中 有七杀商官之举相助 此乃是摧财之事 让生肖虎的财运提升 到时候何愁不发财 生肖鼠 鼠年出生的人聪明伶俐 能力出众 他们擅长理财 总是能抓住赚钱的机会 从8月6号开始他们财运亨通 不仅正财旺 偏财也特别旺 喜鹊登门 好运来袭 拦都拦不住 只要把握住了好机会 生意兴隆 飞黄腾达 步步高升 连忘三年 资产过千万 必成富豪 生肖鸡 生肖鸡的命也不错 命理之中有金主财 乃是一个财运极佳的属相 但为什么很多生肖属鸡的人 却没怎么赚到钱 甚至还在受苦 受穷呢 同样也是因为 生肖鸡的运势味道 财运欠佳 不过从8月6号开始 生肖鸡时来运转 横财连发 今后生活越过越甜蜜 难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8月财运最好的六大生肖 第一名 生肖牛 属牛的人天资勤奋 为人正直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因为欲亡神报败 官府等凶星扰局 所以整体运势平淡 财运并不顺利 但是到了8月份得紫薇 龙得二级星的加持 颓势会得到扭转 之前所遇到的困难 将会一一迎刃而解 不仅正财收入无往不利 而且偏财所得也颇有斩获 第二名 生肖龙 属龙的人志勇双全 才华红溢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阴寿无鬼 官府等凶星影响 所以财运增长幅度不大 经济在危机边缘徘徊 不过到了8月随着三台 天洗二级星降临本命宫 肖龙人无论男女 事业和财运方面上升明显 财路大开 若能开源节流 财富必定滚滚而来 第三名 生肖狗 属狗的人天生勤奋 仗义豪爽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因寿孤沉 丧门凶星劫财 所以削狗人的事业 和财运不甚理想 运程明显下滑 不过到了这个8月 随着天马 天才极星的到来 再加上金鱼贵人的邪府而至 肖狗人将迎来一波上涨 不仅职场顺利 而且财库丰润 可享富贵荣华 第四名 生肖羊 属羊的人温顺和善 正值善良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因劫沙孤沉等凶星扰局 所以运势略显疲态 缺乏亮点 不过到了8月随着太阳 红丸二极星的驾临 肖羊人不仅事业 可得顺利兴旺 财库爆棚 而且桃花运旺盛 有望收获幸福浪漫爱情 第五名 生肖蛇 蛇人进入深月 似与身疾合又相行 很矛盾 反映出来的就是会有贵人 小人也不少 蛇人这个月整体来说 是辛苦的财月 虽然有财 但是挣钱并不是那么的轻松啊 是要付出辛劳努力的 蛇人本月会有财富进涨 蛇人好好的工作 争取利益最大化吧 一份辛苦一份钱 这句话特别适合本月的蛇人 第六名 生肖马 本月马人的财运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属马的经商者 打工一族的马人财运就一般了 马人本月工作和任务大幅增加 对商人来说 当然是生意越来越忙 接单越来越多 挣的也就多了 打工族来说工作任务也加大了 但是工资还是那么多的工资 可能也就是比上个月多点败快 马人本月也是辛苦的财月 注意休息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保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